嬴儿说,虽如此,只是他昨晚上已经跟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如何又说是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的路也是没主,如今抓了有赃重的反而放了,又去找谁,谁还肯认呢?众人也未必欣服。 琴吻走过来说,太太那边的路再没别人,分明是彩云掏了给还哥借了,你们可别瞎说。 平儿说,谁不知道是这个缘故,这会儿玉串急得哭呢,悄悄地问彩云,要是彩云硬了,玉串也就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 难道我们还愿意兜揽这个事儿不成?可恨那彩云不但不硬,他还挤玉串,说他偷了去了。 两个人先吵得阁府都知道了,我们如何装没事人呢,少不得要查的。 殊不知告诗道的就是贼,可是又没脏重,怎么说的呀? 宝玉说,也罢,这件事我也硬起来,就说我吓他们玩的,悄悄地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都完了。 席人说,嗯,这也倒是件吉音德的事,宝钱人的嘴名,只是太太听念又说你小孩气不知好歹了。 平儿说,这也倒是小事,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起了脏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别管,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 我可怜的是她,不肯为打老鼠伤了一瓶。 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席人等便知道平儿说的是探春,大家都盲说,这话说的事,都有我们这里用起来算了。 平儿又说,那也要把采银和玉串两个孽障叫了来,问准了他们才好。 不然他们得了意,不说别的,倒想我没本事问不出来,就到这里来玩了是了。 他们以后呢,叶发偷的偷,不管都不管了。 席人等说,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 平儿便叫了玉串踩云两个人来,对他们说,不用框,贼已经有了。 玉串先问贼在哪儿,平儿说,现在二奶奶屋里,你问他什么,应什么? 我心里明明知道不是他偷的,可连他害怕都承认了。 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 我带要说出来吧,但只是这儿做贼的素人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 窝主我们且不说他,这里面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没事。 如今大要问问你们两个,还是怎么样? 躺着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这便求宝二爷应了。 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别冤屈了好人。 蔡云听了这话,不觉红了脸,一时羞恶之心赶发,便说, 姐姐放心,也别冤了好人,也别带累了无辜之人伤体面。 原是赵姨奶奶秧告我再三,我就拿了些给还哥是真的。 连太太在家的时候我们还拿过,个人去送人,也是常事。 我原说染过这两天就罢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我一概应了完事。 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诧异,蔡云竟有这样的肝胆。 宝玉王说,哎,蔡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硬,我只说是我悄悄地偷出来向你们玩的,如今闹出事来,我应该承认,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 蔡云说,我干的事,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硬,死活我该去受。 平儿席人都说,不是这样说,你硬了,未免又叨瞪出赵姨奶奶来,那个时候三姑娘听了,岂不生气? 竟不如宝二爷硬了,大家没事,而且除了我们这几个人,别人都不知道这个事,何等的干净啊? 但这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就是了,要拿什么,好歹那道太太回家,哪怕连这房子都给了人,我们也没关系了。 蔡云听了,低头想了一想,只好答应了,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蔡云两个和方官到前面来,到上夜的房中叫了伍儿,将扶灵霜的事情也悄悄地教伍儿,说是方官所给,伍儿感谢不济,平儿就带他们来到自己这边。 一见林志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儿,压解着柳家的等了多时了,林志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儿个一早压了柳家的来,怕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我暂且将勤险的女人派了去伺候。 平儿问,勤险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熟悉。 林志孝家的说,哈哈,她是园里男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大相识,高高的颧骨,大大的眼睛,最干净利索的。 玉串说,哦,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她是个二姑娘的思琪的沈娘。 思琪的父母,虽然是大老爷那边的人,她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 平儿听了,才想起来,啊,你早说是她,我就明白了。 哼,你也派得太急了些,如今这个事儿,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煮了。 是宝玉那天过来,和这两个孽障要东西,偏这两个孽障嗷她玩儿,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 宝玉便瞅着她两个不提防的时候,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 这两个孽障不知道,就吓慌了。 如今宝玉听见带来了别人,才细细地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 那福灵霜呢,是宝玉外头得了的,又赏过许多人,不单园里的人有,连妈妈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也是有的。 席人也曾给过方官他们,他们私情各乡来往,也是常事。 前儿那两楼还摆在仪式厅上呢,好好的原封没动,怎么就混乱起人来了。 等我回了奶奶再说。 平儿说完,抽身就进了卧房,把这个事情回了凤姐。 凤姐听了说, 哼,虽如此说,但是宝玉的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 别人一求他,他又搁不住人家两句好话,给他个高帽子戴上,什么是他不应成。 咱们要是信了,将来有了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呢? 还要细细的追查才是。 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善家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碎瓦片跪在太阳地里,茶饭也别给吃。 一天不说跪一天,便是铁打的,一天也管招了。 哼,又倒是苍蝇不抱无缝的蛋,虽然这柳家的眉头到底有些眼儿人才说他呀,虽不加贼行,也格职不用,也不算委屈了他。 平儿说,唉,何苦来操这个心呢,得放手时需放手,什么大不了的是乐得施恩呢? 依我说,纵然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终究咱们是那边屋里去的,没得接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 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磕,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胭脂不是速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趁早睁一眼闭一眼,倒也罢了。 一席话,说得凤家倒笑了。 好吧好吧,随你这小蹄子发放去吧,我才精神戒了,何必生着嫌弃呢? 平儿说,这才是正经话。 平儿转身出来,吩咐灵智孝家的说,啊,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才是兴旺之家。 若得不了一点小事,便杨灵打鼓地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 如今将柳家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再也不必提这个事儿了,只是每日小心巡查要紧。 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家的把她们带回园中,回了李丸探春。 两人都说知道了,能可无事很好。 这里思琪等人空欢喜了一阵。 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上半天。 在厨房里,正乱着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 精米短了两袋,长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恶术呢。 一面又打点送林志孝家的礼,悄悄地备了一篓炭,五百斤木柴,一袋精米,在外边就派了子侄送到林家去。 又打点送帐房的礼,又预备了几样菜书,请几位同事的人。 嘿嘿,我来了,全帐列位扶持,从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 正乱着呢,忽然听见有人来说,伺候完这早饭你就出去吧,刘嫂原来无事,如今还交给他管了。 那秦贤家的听了,轰去魂魄,垂头丧气,顿时掩齐膝骨,卷包而出。 宋人之物白丢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陪补亏空,连私企都气了个直眉瞪眼,无计挽回,指得罢了。 再说,赵姨娘这里,正因为彩云私企了许多东西,被玉串发现了,生怕查问出来,所以每天捏着一把汗大听信呢。 忽然听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衣硬了,从此无事了。 赵姨娘这才把心放下来,谁知道贾环亭这么说,便起了疑心了,就把彩云私企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照着彩云的脸摔了去,还说,你这个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应? 你既有胆子给了我,原该不叫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了宝玉,我再要这个也没趣了。 海云坚如此说,急得赌咒启示,甚至哭了,百般解释,贾环只是执意不信,还说,哼,不看你素质之情,我就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了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着。 说完,甩手就出去了,急得赵姨娘骂,哎呀,这个没造化的种子,屈膝灭脏,气得彩云哭得泪干长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皇儿辜负了你的心,我看得真,让我收起来,过两天,他自然回心转业了。 说着,说着便要收东西,那采云,赌气就把东西包起来,趁人不看见的时候,就来到园中,都扔在河里,顺水沉的沉,飘的飘了。 自己气得夜里,在背里暗哭了一夜,再说,又是宝玉的生日到了,原来宝琴也是这一天,这天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完毕,关带出来。 到了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乡竹,宝玉住了乡,行完礼,垫茶烧纸以后,就到宁府中宗慈祖先堂两处,行过礼。 又出到月台上,又朝上摇拜过贾母,贾正,王夫人等,再到游室上房行过礼,坐了一会儿,才回荣府。 先到薛姨妈处,薛姨妈再三拉着,然后又遇见薛柯,让了一回,才进了园来。 行闻社业两个人跟随,小丫头夹着簪子,从李丸起,依依地挨着,到过各长辈的房中。 又出了二门,到李妈妈,赵妈妈,张妈妈,王妈妈,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 虽然众人要行礼,宝玉也不肯受,回到房里,习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 因为王夫人有话,不叫年轻人受礼,怕折了福寿。 歇了一会儿,贾桓贾兰等都来了,习人连忙拉住,他们坐了一坐便去了。 宝玉说走乏了,便歪在床上。 才吃了半盏茶,只听见外面叽叽呱呱,一群丫头笑着进来。 原来是翠墨,小罗,翠鲤,入化,行锈烟的丫头转儿。 还有奶子抱着乔姐儿,采鸾,锈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进来笑着说, 败兽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了,我们吃。 他们才进来,那探春,香云,宝琴,秀烟,西春也都来了。 宝玉芒迎出来说,不敢启动,快预备好茶。 进到房里,不免推让了一回,大家归了座。 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那平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 宝玉芒迎出来说,我刚才到凤姐姐门上,回了进去,说不能见, 我又打发人进去请姐姐的。 平儿说,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呢,不得出来回你。 后来听见又说请我,我哪里惊当得起啊,所以特地赶来磕头。 宝玉说,我也惊当不起。 其人早在外边安了座,让宝玉坐了,平儿便拜了下去。 宝玉也忙坐一,平儿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跪下。 其人连忙掺起来,平儿又拜了一拜,宝玉又还了一衣。 习人笑着推宝玉说,你在坐一? 宝玉说,已经完了,怎么又坐一? 习人说,这是她来给你拜上。 今儿个也是她的生日,你也该给她拜兽啊。 宝玉听了,洗得忙坐下衣去。 啊,原来今天也是姐姐的好日子。 平儿也赶着还了礼。 湘芸拉着宝琴绣烟说, 哼,你们四个人对着拜兽,得拜一天才算完呢。 探春盲问,原来行妹妹也是今儿个, 我怎么就忘了? 探春忙叫丫头去告诉二奶奶, 赶着补了一份礼,送到二姑娘屋里去。 丫头答应的去了。 绣烟见香云指口说了出来, 又少不得要到个房里去让一让。 探春笑着说, 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 月月都有几个生日, 人多了便这样巧, 也有三个一日,也有两个一日的。 大年初一也不白过, 大姐姐站了去, 怨不得她佛大, 生日就比别人站些。 接下来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 过了灯节, 就是大太太和宝姐姐, 他们俩两个异的巧, 三月初一是太太, 初九日是连二哥哥, 哎, 二月没人。 席人说, 二月十二是林姑娘, 怎么没人呢? 又只不是咱们家的人。 探春说, 哎呀, 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 宝玉指着席人说, 她和林妹妹是一天, 所以她记得。 探春说, 哦, 也为你们两个大事一天呢, 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 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 这也是才知道呢。 平儿说, 我们是哪乡上的人呢? 生日也没有败寿的福, 也没有寿礼的份, 可吵闹什么, 可不悄悄地过去。 今儿个偏她又吵出来了, 等姑娘们回房去, 我再行礼去吧。 探春说, 也不敢惊动, 只是今儿个大要替你过个生日, 我心里才过得气呢。 宝玉香云等一起忽悠。 探春便吩咐丫头说, 且告诉她奶奶, 就说我们大家说了, 今儿个一天不放平儿出去, 我们大家凑了份子过生日呢。 丫头笑着去了, 半天来回说, 爱奶奶说了, 多谢大家给苹果娘脸, 不知道过生日给她些什么吃, 只别忘了爱奶奶就行了。 众人都笑了。 探春说, 哎, 可巧今儿个里头厨房不亦为饭, 一印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 咱们就凑了钱, 叫柳家的来揽了去, 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 众人都说好, 探春一面派人去问李婉宝钗带玉, 一面派人去传柳家的进来, 吩咐她在内厨房里快收拾两桌酒席, 那柳家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说外厨房都已经预备下了。 探春说, 你原来不知道今儿个是平姑娘的滑袋, 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 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份子, 单位平姑娘预备两桌请她, 你只管捡新巧的菜书预备了来, 开了账和我那里领钱。 柳家的说, 啊, 原来今儿个也是平姑娘的千秋啊, 我竟不知道。 说着便向平儿磕下头去, 慌得平儿忙拉她起来, 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一起到厅上去吃面, 等到李婉宝钗一起来全, 又派人去请薛姨妈和黛玉, 因为天气暖和, 黛玉的病也渐渐的好了, 所以也来了, 花团锦簇, 挤了一厅的人啊, 这些人因为贾母王夫人不在家, 没了管束, 便任意的起乐, 呼散客四, 喊气叫巴, 满厅中, 红飞翠舞, 欲动猪摇, 真是十分热闹, 玩了一会儿, 大家才起习散了一散, 忽然不见了香云, 只当香云外头去了就回来的, 谁知道越等越没了影了, 就叫人各处去找啊, 哪里找得着啊, 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地走过来说, 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去, 吃醉了涂凉快, 在山子后的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 众人听说都笑着说, 快别吵嚷, 说着都走过来看, 果然看见香云, 卧在山石僻静处一个石凳子上, 众人听说都笑着说, 快别吵嚷, 说着都走过来看, 果然看见香云, 卧在山石僻静处一个石凳子上, 已经是香梦尘灾, 四面的勺药花飞了一身, 那满头满脸衣襟上都是红香散乱, 手中的扇子在地下, 也都被落花埋了, 一群风蝶闹嚷嚷地围着它, 那香云又用椒帕包了一包勺药花瓣枕着, 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 忙走上了推醒扶起, 那香云还在做梦呢, 嘴里叨叽叽咕咕地说, 全香酒令, 最富贵, 一会亲友, 众人都笑着推它说, 快醒醒吃饭去吧, 这朝凳上还睡出病来呢, 那香云慢起秋波, 见了众人低头看了一看自己, 才知道是醉了, 原来他是来这儿纳凉必敬的, 不觉因为多罚了两杯酒, 娇鸟不胜便睡着了, 心中反觉自愧, 连忙起身扎扎着和人一起来到红香土中, 用过水又吃了两盏燕茶, 探春忙叫把醒酒时拿了给他咸在口里, 一会儿又让他喝了一点酸汤, 香云才觉得好了些了。 再说这里, 宝玉和席人方官等, 又筹划晚间在怡红院吃酒的事呢, 宝玉回到房中, 就和席人说, 晚间吃酒, 大家取乐, 不可拘泥, 如今吃什么, 好早说了给他们预备去, 席人说, 你放心, 我和晴文、摄月、秋文四个人, 每人五钱银子, 一共是二两, 方官、 碧痕、 春宴四儿四个人, 每人三钱银子, 他们有嫁的不算, 一共是三两二钱银子, 早已经交给刘嫂子, 预备四十碟果的, 我和廷儿说了, 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边了, 我们拔个人, 单替你过生日。 宝玉听了, 喜得忙说, 嘿, 他们是哪里的钱, 不该叫他们出财事啊, 晴文说, 哦, 他们没钱, 难道我们是有钱的, 这原是个人的心, 哪怕是他偷的呢, 只管领他们的成就是了, 宝玉听了说, 嘿嘿, 你说的是, 习人说, 你呀, 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顶你, 你就过不去, 晴文说, 啊, 你如今也学坏了, 专会挑战卧四的, 说着, 大家都笑了, 宝玉说, 关院门吧, 习人说, 怪不得人说你是个无事忙, 这会儿关了门, 人到疑惑了, 夜发再等一等吧, 宝玉点头, 又说, 我出去走走, 四儿摇水去, 春燕跟我来吧, 说着, 就走到外边, 宝玉见没人, 就问春燕五儿的事, 春燕说, 我才告诉了刘嫂子, 她都喜欢得很, 只是五儿那夜受了委屈烦恼, 回家去又气病了, 哪里来的, 只能好了吧, 宝玉听了, 不免后悔常态, 又问, 这事儿, 习人知道不知道, 春燕说, 我没告诉, 不知道方官可说了没有, 宝玉说, 我却没告诉过习人, 也罢, 等我告诉他就是了, 说完, 宝玉又走进来, 故意的装着洗手, 到了掌灯时分, 忽然听到院门前, 有一群人进来, 大家隔着窗, 悄悄的看着, 果然看见林芝孝家的, 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 前头一个人提着大灯笼, 秦文悄悄的说, 他们查上夜的人来了, 他们一出去, 咱们好关门了, 只见宝玉愿, 凡是上夜的人, 都迎了出去, 林芝孝家的一看, 人没少, 就吩咐说, 别耍钱吃酒, 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听见是不一的, 众人都说, 哪里有那样大胆子的人呢, 林芝孝家的又问, 宝二爷睡下了没有, 众人都回不知道, 席人忙推宝玉, 宝玉塌啦着鞋, 迎出来笑着说, 我还没睡呢, 妈妈进来歇歇吧, 席人倒茶啦, 林芝孝家的忙进来说, 哦, 还没睡呀, 如今天长夜短了, 该早些睡, 明儿起的才早, 不然到了明儿起池啦, 人笑话说, 不是读书上学的公子啦, 倒向那起挑脚汗啦, 妈妈说的是, 我每天都睡得早, 妈妈每天进来, 我都是不知道的, 我已经睡了, 今天因为吃了面, 怕停住时, 所以多玩了一会儿, 哦, 姑娘, 该汽些普洱茶给二爷吃啊, 席人情闻都笑着说, 气了一茶缸的女儿茶, 已经吃过两碗啦, 大娘也尝一碗, 都是现成的, 说着, 情闻便倒了一碗来, 林芝孝家的又说, 这些时候, 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 管这几位大姑娘叫起名字来, 虽然是在这屋里, 到底是老太太太太太的人, 也该嘴里尊重些才是, 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 若只管叫起来, 怕以后兄弟侄照样, 便惹人笑话啦, 说这家子的人眼里没长辈呀, 宝玉说, 嗯, 妈妈说的是, 我原不过是一时半刻的, 习人情闻都说, 这可别委屈了她, 直到如今, 她可姐姐没离了口, 不过玩的时候叫一声半声名字, 当着人却是和先前一样呢, 灵芝孝家的说, 哎, 这才好呢, 这才是读书之理的, 越自己谦逊, 越尊重, 别说是三五代的尘人, 现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 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狗, 轻易也伤她不得, 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 林芝孝家的说完吃了茶, 请安歇吧, 我们走了, 宝玉还说, 再歇歇吧, 那林芝孝家的已经带了众人, 又查别处去了, 这离秦文灯忙叫关了门, 进来说, 这位奶奶哪里吃了一杯来了, 捞三刀四的, 又排下了我们一顿窃了, 舍月说, 她还不是好意的, 少不得也要常提着心, 也提防着她错了大规矩的意思, 一面说, 一面摆上酒果, 其人说, 不用围桌, 咱把那张花梨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做, 又宽着又方便, 说着, 大家果然排了来, 舍月和四儿那边去搬果子, 用两个大茶盘做四五次才搬运了来, 两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筛酒, 宝玉说, 天热, 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 众人说, 你要脱你脱, 我们还要轮流行礼呢, 宝玉说, 哎呀, 这一行礼就行到五更天了, 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 在外人跟前不得已, 这回还哦我这个就不好了, 众人听了都说, 好好好, 依你依你, 于是先不上座, 且忙着卸妆宽衣, 一会儿将正装卸去, 头上只随便挽着拽, 身上都是长裙短袄, 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 下面是绿灵檀墨夹裤, 攒着裤脚, 靠着一个各色玫瑰勺药花瓣装的, 玉色袈裤新枕头, 和方官两个仙划起拳来, 当时方官满口较着, 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铁饰, 三色段子凑的水田小夹袄, 竖着一条柳绿旱金, 底下是水红洒花夹裤, 也散着裤腿, 头上齐格编着一圈小辫, 总归到顶心, 接一根蛾蓝粗细的总辫拖在脑后, 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 左耳上单带着一个白果大小的, 硬红香金的大坠子, 越显得面比满月还白, 眼比秋水还清, 引得众人都说, 他两个倒像是双生的弟兄两个呢, 习人等, 一一的针了酒来说, 哎呀, 姐等等在划拳, C步行李, 每个人在手里吃一口罢了, 于是习人为先, 端在唇上吃了一口, 依次下去, 一一的吃过, 大家才团圆坐定了, 那春艳四儿因为炕檐上坐不下, 便端了两张椅子, 进炕放下, 那四十个碟子, 都是一色白粉定摇的, 只有小茶碟那么大, 里面不过是些山南海北, 中原外国, 或干或鲜, 或水或露, 天下所有的九串果菜, 宝玉说, 哎, 咱们也该行的定才好, 习人说, 斯文鞋的才好, 别大呼小叫的惹人听见, 二则我们不识字, 可不要那些文的, 摄月说, 哎, 那骰子咱们抢红吧, 宝玉说, 没劲儿不好, 嗯, 咱们粘瓜女儿的好, 秦文说, 哎, 正是早已想弄这个玩意儿了, 习人说, 嗯, 可这个玩意儿虽好, 人少了没气儿啊, 春远说, 依我说, 咱们悄悄地把宝姑娘, 林姑娘请了来玩一会儿, 到二更天再睡也不迟啊, 习人说, 哎呀, 又开门客户的闹, 躺会遇见寻夜地问呢, 宝玉说, 怕什么, 哎, 咱们三姑娘也吃酒, 再请她来才好, 还有秦姑娘呢, 众人都说, 秦姑娘就罢了, 她在大奶奶屋里, 叨叨得过分了, 宝玉说, 怕什么, 你们就快请去吧, 那春艳四儿, 巴不得一声, 两人忙叫开了门, 分头去请了, 秦文摄月习人三个人又说, 他两个去请, 只怕宝姑娘, 林姑娘不肯来, 需得我们请去, 死活拉她来, 于是习人秦文, 又叫老婆子打个灯笼, 两个人又去了, 果然宝钗说夜深了, 戴玉说身上不好, 他两个人就再三央求说, 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 略坐坐就来, 探春听了道喜欢, 可又想不请李丸, 躺过被他知道了道不好, 便叫翠墨同了春宴, 也再三地请了李丸和宝琴两个人, 会齐了, 先后都到了怡红院中, 习人又死活拉了香灵来, 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 才坐开了, 宝玉盲说, 林妹妹怕冷, 过这边来靠板地坐, 又拿了个靠背, 给戴玉垫着些, 习人等都端了椅子, 在炕檐下坐, 戴玉离桌子远远的靠着靠背, 笑着向宝钗礼丸探春说, 你们哪, 天天都说人夜气饮酒赌博, 我们自己也如此了, 以后怎么说人呢? 李丸说, 这又何妨, 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过节这样, 并不是夜夜如此, 这倒也不怕的, 说着, 秦文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 里面装着象牙花明签子, 秦文摇了一摇放在当中, 又取过骰子来乘在河里, 又摇了一摇, 揭开一看, 里面里面是五点儿, 刚好数到宝钗, 宝钗便笑着说, 我先抓, 不知抓出个什么来呢? 说着, 将筒摇了一摇, 伸手就抽出一根儿来, 大家一看, 纸巾签上画着一只牡丹, 提着燕冠群芳四个字, 下面又有刻的小字, 是一句唐诗, 写的是, 任世无情也动人, 下面又注着, 在习共贺一杯, 此为群芳之怪, 随意令人不拘诗词雅絮, 或欣取一只为贺, 众人看了都笑着说, 巧得很, 也只有你配牡丹花, 说着, 大家共贺了一杯, 宝钗吃过便说, 好吧, 方官唱一只我们听吧, 方官说, 既这样, 大家再吃一杯, 好听我唱的, 于是大家吃酒, 方官便唱起来了, 寿言开处, 风光好, 众人都说, 哎呀, 快打回去打回去吧, 这一会儿肯不用你来上售, 捡你极好的唱来吧, 方官只好细细地唱了一只, 赏花石还罢了, 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口内颠来倒去地念, 正是无情也动人, 认识无情也动人, 宝玉听了这曲子, 又眼睛看着方官不言语, 湘云忙一手夺过来, 扔给宝钗, 宝钗又支了一个十六点, 数到探春, 探春说, 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呢, 伸手就抽了一根出来, 自己一瞧, 就扔在地上红了脸说, 这东西不好, 不该行这令, 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 许多混话在上头呢, 众人不解, 习人等盲捡起来看, 众人看上面是一只杏花, 那红字写着, 摇池仙品赐个字, 有一句诗是, 日边红杏亦云灾, 又注着, 得此千者, 必得贵旭, 大家恭贺一杯, 共同饮一杯, 众人都笑了, 哈哈哈哈, 我们说是什么呢, 这千儿原是规格中起乐的, 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话的, 并无杂话, 这又何妨, 我们家已经有了个王妃, 难道你也是个王妃不成, 大喜大喜, 说着, 大家都来敬酒, 那探春哪里肯饮呢, 却被史湘云, 湘灵, 李丸等三四个人, 强死强活地灌了下去, 探春只叫免了这个, 再行别的, 众人断不肯, 湘云拿着探春的手, 抢支了个十九点出来, 便该李丸抽了, 李丸摇了一摇, 抽了一根出来一看, 哈哈哈哈, 好极了, 你们瞧瞧, 这老狮子竟有些意思啊, 众人瞧那签上, 挂着一支老梅, 是写着双小寒兹四个字, 那一面的旧诗是, 竹梨茅舍自甘心, 下面注的是, 自饮一杯, 下家知晒, 李丸说, 真有气, 你们知去吧, 我只自吃一杯, 不问你们的费雨星, 说着便吃酒, 将骰子交给黛玉, 黛玉一支, 是个十八点, 便该湘云抽了, 湘云一面笑着, 一面握着袖子, 伸手就抽了一根出来, 大家一看, 一面画着一支海棠, 提着湘梦沉寒四个字, 那一面的诗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说, 夜深这两个字, 改十两两个字吧, 众人便知道, 黛玉笑湘云, 白日里最卧十凳的事, 大家都笑了, 湘云就指着那自行船, 给黛玉看, 哎哎哎, 快坐上那船家去吧, 别多话了啊, 众人都笑了, 再看那柱上写着, 继云香梦沉寒, 抽此千者, 不便饮酒, 只令上下两家, 各饮一杯, 湘云拍手说, 阿弥陀佛真正好千儿啊, 恰好黛玉是上家, 宝玉是下家, 两人争了两杯, 只好要饮, 宝玉先饮了半杯, 瞅着人不看见, 就递给方官, 方官端起来, 便一仰脖子喝了, 那黛玉呢, 只管和人说话, 把酒全倒在树鱼里了, 湘云便抄起骰子来, 一支是个九点, 数去该是摄月了, 摄月便抽了一根出来, 大家一看, 这一面是一支图米花, 提着韶华圣吉四个字, 那边写着一句旧诗是, 开道图米花是了, 住的是在席各饮三杯送春, 摄月就问怎么讲啊, 宝玉皱皱眉头, 忙把签藏起来说, 哎, 当起喝酒吧, 说着, 大家吃了三口, 一冲三杯之树, 摄月一支是个十九点, 该香灵了, 香灵便抽了一根病地花, 提着连唇扰瑞, 那面写着一句诗是, 连里枝头花正开, 住的是, 共贺抽者三杯, 大家陪饮一杯, 香灵便又支了个六点, 该戴玉抽了, 戴玉默默地想, 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抽着才好呢, 一面就伸手取了一根, 指尖上面画着一支芙蓉, 提着风露清愁似的字, 那面一句旧诗是, 莫愿东风当字鸡, 住的是, 字饮一杯, 牡丹陪饮一杯, 众人都说, 这个好极了, 除了她呀, 别人都不配做芙蓉, 戴玉自己也笑了, 于是饮了酒, 便支了个二十点, 该着席人, 戴玉自己也笑了, 于是饮了酒, 便支了个二十点, 该着席人, 席人便伸手取了一支出来, 却是一支桃花, 提着, 五陵别景四个字, 那一面旧诗写的是, 桃红又是一年春, 住的是, 杏花陪一展, 座中同庚者陪一展, 同臣者陪一展, 同性者陪一展, 众人说, 好, 这会儿热闹有劲儿了, 大家一算, 香陵情文宝钗三个人都和她同庚, 戴玉和她同臣, 只是没有同性的, 方官盲说, 我也姓花, 我也陪她一钟, 于是大家争了酒, 戴玉笑着向探春说, 哎, 命中该到贵戏的, 你是姓花, 快喝了, 我们好喝呀, 探春说, 这是什么花, 大嫂子, 顺手给她一下的, 李丸说, 哎呀, 人家不得贵戏反挨打, 我都不忍心呐, 说得众人都笑了, 那席人才要知, 只听得有人叫门了, 老婆子忙出去问的时候, 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了, 接待遇的, 众人都问几更了, 丫头说, 二更以后了, 终打过十一下了, 宝玉还不相信呢, 药果表来看了一看, 一时子出一刻十分了, 戴玉便起身说, 我可撑不住了, 回去还要吃药呢, 众人说, 是啊, 也都该散了, 那席人, 宝玉等还要留着众人, 李丸宝钗都说, 叶太深了, 不好, 这已经是破格了, 席人说, 既如此, 每位再吃一杯再走吧, 说着, 秦文等都已经斟满了酒, 每人吃了以后, 都叫点灯, 席人等直送到庆方亭河那边, 才回来, 这里关了门, 大家又行起令来, 席人等又用大钟蒸了几钟, 用盘子捡了各样果菜, 给地下的老妈妈们吃, 这个时候, 彼此有了三分九了, 便猜拳迎唱小曲, 那天已经四更十分了, 老妈妈们一面凝吃, 一面暗偷, 一会儿, 那酒坛都已经空了, 众人听了都觉得奇怪, 这才收拾惯喜睡觉, 那方官吃的两腮像茶里烟着一般, 眉烧眼角, 月发添了许多风韵, 身子又动不得, 便睡在席人身上说, 好姐姐, 心跳得很啊, 席人说, 谁让你尽力的惯呢, 春宴四尔也动不得, 早睡了, 秦文还只管叫他们呢, 宝玉说, 不用叫了, 咱们且胡乱得歇一歇吧, 自己便枕了那红箱枕, 身子一歪, 也睡着了, 其人见方官醉得很, 恐怕他吐久, 指得轻轻起来, 就将方官扶在宝玉的旁边, 游他睡了, 自己却在对面的榻上, 倒下, 大家黑田一叫, 一直到了天明, 席人睁眼一看, 只见天色清明, 就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 只见方官头枕着炕眼上, 还没醒呢, 席人连猛起来叫他, 那宝玉已经翻身醒了, 又推着方官起身, 那方官坐起来, 还发愣揉着眼睛呢, 席人说, 哼哼, 你不害羞, 你吃醉了, 怎么也不捡个地方就乱挺下了, 方官听了, 瞧了一瞧, 才知道和宝玉同踏, 忙羞的下地来说, 哎呀, 我怎么吃都不知道了, 宝玉也说, 我也不知道了, 我知道, 给你脸上抹些黑墨, 说着丫头进来伺候书喜, 宝玉说, 嘿嘿, 做个打扰了, 今儿晚上我还习, 席人说, 罢了罢了, 今儿个可别闹了, 再闹就有人说话了, 宝玉说, 怕什么, 不过才两次罢了, 咱们哪, 也算是会吃酒了, 那一坛子酒怎么就吃光了, 正是有趣的时候, 片又没了, 奇人说, 原要这样才有趣吗, 一定要到尽兴了, 反而无味了, 昨儿个都高兴上来了, 那秦文哪, 连扫都忘了, 我记得他还唱了一个呢, 四儿说, 姐姐都忘了, 连姐姐还唱了一个呢, 在习的谁没唱过啊, 众人听了, 都红了脸, 用两个手捂着笑个不住, 这里再说, 东府里的甲镜, 一向在城外玄珍关修炼, 忽然有一天, 玄珍关有人来报告东府, 说甲镜夜里无故身亡, 游氏一听这话, 又见甲镜父子和甲镰等都不在家, 一时没个做主的男子来, 未免慌了, 只好急忙地卸了庄室, 叫人先到玄珍关, 将所有的道士都锁了起来, 等大爷来家审问, 一面茫茫地坐车, 带了赖生一群家人媳妇出城, 又请太医看事, 到底是什么病, 大夫一看人都死了, 怎么诊脉啊, 也知道甲镜平日, 一心修仙, 过于劳神费力, 因此伤了性命的, 如今虽然死了, 那肚子里坚硬四铁, 面皮嘴唇烧得发紫皱立, 大夫们就回媳妇们说, 这是玄教中吞金浮沙, 烧杖而色的, 众道士慌忙地回说, 原是老爷密法心智的 丹沙吃坏事的, 小道们也曾劝说, 功行为道且服不得, 不成了老爷于今夜 手攻身的时候, 悄悄地服了下去, 便生仙了, 这怕是潜心得道, 以出苦海, 脱取皮囊, 自了趣也, 游氏也不听, 只叫锁着道士们, 等假针来发发, 一面就派人去飞马报信, 游氏一看这里, 地方狭窄, 不能停放, 横树也不能进城的, 就把尸体装裹好了, 用转轿抬到铁砍寺来停放, 掐指算来, 至早也得半个月的功夫, 假针才能回来, 可是天气炎热, 实在不能等待, 游氏便自己主张, 叫天文生来选了日期入殓, 那寿墓是早年就预备下寄在这庙里的, 很是方便, 三天以后便开丧破孝, 一面就坐去道场来等候假针, 那荣府里凤家出不来, 礼完又照顾姊妹, 宝玉不识事务, 指得将外头的事赞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 甲鞭、甲光、甲横、甲鹰、甲昌、甲灵等各有直视, 游氏不能回家, 便把她的继母接来宁府看家, 她这个继母, 只好将两个未出嫁的小女儿带来, 一起居住才放心, 再说贾真听了此信, 急忙告假, 贾真父子星夜骑马回来, 半路中又见甲鞭、甲光两个人领着家丁飞骑而来, 看见贾真一起滚安下马请安, 贾真忙问做什么, 贾边回说, 嫂子怕哥哥和侄儿来了, 老太太路上无人, 叫我们两个来护送老太太的, 贾真听了称赞不解, 又问家中如何料理, 贾边等便将如何拿了道士, 如何挪到家庙, 怕家内没人, 又接了亲家母和两个姨娘在上房住着, 贾中听见两个姨娘来了, 便和贾真一笑, 贾真忙说了几声妥当, 家边就走, 遍夜不投连夜的换马飞驰, 一天便到了都门, 先奔入铁坎寺, 那天已是四更天界了, 做更的忙喝起众人来, 贾真下了马, 和贾荣放声大哭, 从大门外便跪爬着进来, 到棺材前叩手痛哭, 一直哭到天亮, 喉咙都哑了才停住, 游士等都一起见过, 贾真父子忙按理, 换了胸服, 在棺材前行礼, 无奈自己还要料理事物, 少不得减些悲痛, 才好指挥众人呢, 贾真一面先打发贾荣, 回家中料理停灵之事, 那贾荣巴巴的一声啊, 先骑马飞到家中, 忙叫前厅收桌椅, 下阁扇, 挂笑帽子, 门前搭起鼓手棚排楼等, 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和两个姨娘, 原来呢, 有老安人年事已高, 喜欢睡觉, 尝尝歪着, 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做伙计呢, 贾荣来了, 都倒烦恼, 贾荣笑嘻嘻地望着二姨娘说, 二姨娘, 你又来了, 我们父亲正想你呢, 尤尔姐便红了脸说, 荣小子, 我过两天不骂你几句, 你就过不得了, 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 还亏你是个大家公子哥, 每天念书学礼的, 越发连那小夹子的也跟不上了, 说着, 顺手拿起个运斗来, 搂头就打, 吓得贾荣抱着头滚到怀里告饶, 尤三姨便上了撕嘴, 又说, 等姐姐回来, 咱们告诉她, 贾荣忙笑地跪在炕上求饶, 贾荣又和二姨抢杀人去, 那尤尔姐嚼了一嘴的渣子, 吐了贾荣一脸, 贾荣用舌头都舔着吃了, 众丫头看不过都说, 哎呀, 热笑在身上, 老娘才睡了觉, 她两个虽小, 到底是姨娘家, 你太眼里没奶奶了, 回来告诉爷, 你吃不了兜着走, 贾荣撇下她姨娘, 便抱着丫头们亲嘴, 我的心肝呢, 你说的是, 咱们缠她两个, 丫头们忙推她, 恨得骂, 断命鬼, 你一般也有老婆丫头, 只和我们呢, 知道的说是玩, 不知道的人, 在遇见那脏心滥肺的, 爱多管闲事, 嚼舌头的人, 朝壤的西府里谁不知道啊, 谁不背地里, 嚼舌说咱们这里混账, 贾荣说, 哼, 各门令户, 谁管谁的事, 都够使的了, 从古至今, 连汉朝和唐朝, 人还说脏堂臭汉呢, 何况咱们这种人家, 谁家没有风流事, 别讨我说出来, 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厉害, 连说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 凤姑娘那样刚强, 瑞叔还想她的账呢, 哪一件瞒了我, 贾荣只管信口开河, 胡言乱道之间, 只见她老娘醒了, 贾荣便上来请安问好, 又说, 难为老祖宗劳心, 又难为两位姨娘受委屈, 我们爷们敢待不进, 唯有等事儿完了, 我们和家大小, 登门去磕头, 有老安人点点头说, 呵呵, 我的儿, 到时你们会说话, 亲戚们原是应该的, 啊, 你父亲好, 几时得了信赶到的, 贾荣说, 才赶到的, 先打发我瞧你老人家来了, 好歹瞧你老人家事儿完了再去, 贾荣说着, 又和她二姨挤眼, 那游二姐便悄悄地咬牙含笑骂, 呵呵, 嚼舌头的猴崽子, 留下我们给你爹做娘不成, 贾荣又和游老娘说, 放心吧, 我父亲每天为两位姨娘操心, 要寻两个又有根基, 又富贵, 又年轻, 又俏皮的两位姨爹, 好聘价这两位姨娘的, 这几年呢, 总没找着, 可巧前天路上才相准了一个呢, 那游老安人只当是真话呢, 忙问是谁家的, 两姐妹丢了活计, 一头笑, 一头就赶着打, 正说着呢, 人来回话, 说请贾荣回去, 那贾荣才笑嘻嘻地回去了, 就连忙赶回铁坎寺中, 回名了贾镇, 于是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仁义, 并预备了一切应用翻杠等物, 定于初四这天卯时, 请灵鹫进城, 以免派人告知诸位亲友, 到了这一天清晨, 只见桑仪险耀, 宾客如云, 自铁坎寺到宁府, 家路看得何止数万人呢, 那种有叹息的, 也有羡慕的, 议论纷纷, 一直到了下午才到了宁府, 将灵鹫停放在正堂之内, 供殿举哀完毕, 亲友都渐渐地散去了, 只剩下族中人分头料理, 迎宾送客等事, 近清之中, 只有行舅太爷留下相伴, 贾真贾荣这时候, 为礼法所聚, 不眠在灵旁, 睡甘草, 枕土快, 行居丧之礼, 人散了之后, 却仍然抽空, 寻他小姨子们私混, 宝玉也每日在宁府穿校, 到了晚间人散的时候, 才回园来, 凤姐身体美好, 虽不能时常在此, 或遇到开坛宋金, 亲友上纪之日, 也扎扎着过来, 帮着游室料理, 又过了几天, 是甲敬送病之期, 甲母因为病还没有大好, 便留着宝玉在家侍奉, 凤姐因身体不好, 也没有去, 其余甲舍甲莲, 行夫人王夫人等, 率领家人仆妇, 都送到铁坎寺, 到了晚上才回来, 甲真尤氏和甲荣, 仍然在寺中守灵, 等过了百日之后, 才扶救回园级, 家里仍然托游老娘和二姐三姐照管, 却说甲莲, 夙日既听见游室姐妹之名, 只恨无缘相见, 近来因为甲敬亭龙在家, 甲莲每天和二姐三姐相认一手, 不禁动了垂涎之意, 况且知道他们和甲真甲荣父子行为不轨, 因而趁机百般撩拨, 眉目传情, 那三姐却只是淡淡的, 只有二姐也十分有益, 但只是眼目众多, 无从下手, 甲莲又怕甲真吃醋, 不敢轻动, 只好两人兴领神会, 这时出病之后, 甲真家下人少, 除了有老娘带领二姐三姐和几个粗食的丫鬟老婆子, 在正式居住外, 其余避切都随在寺中, 外面仿佛不过晚间寻耕, 日间看守门户, 白天没事也不进里面去的, 所以甲莲便想趁此下手, 便托相伴甲真为名, 也在铁砍寺住宿, 又时常借着替甲真料理家务, 不时的到宁府中来勾搭二姐, 有一天, 由小管家鱼鹿来回甲真, 前几天所用的彭杠校部和请杠人青衣, 共使了银子一千一百一十两, 除给银五百两之外, 还欠了六百一十两, 昨儿两处买卖人都来催讨, 小的特来讨爷的事项, 甲真说, 哎, 你且向库上领去就是了, 这又何必来毁我, 于露说, 昨儿个以上库上去领, 但只是老爷升天以后各处知灵甚多, 所剩的还预备百日道场和庙中用度, 这时候竟不能发给, 所以小的今儿个特来回爷, 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给, 或者吩咐我挪借哪项银子, 小的好去办, 甲真说, 呵呵呵, 你还当是先前呢, 有银子放着不使, 你无论哪里借了给他吧, 于露说, 呵呵, 又说一二百, 小的还可以挪计, 这五六百, 小的一时哪里办得来, 甲真想了一会儿, 向甲龙说, 荣儿, 你问你娘去, 昨个出病之后, 有江南真家送来打祭银五百两, 未曾交到库上去, 你先要了来给他去吧, 甲龙答应了, 连忙过这边来回了游市, 又转回来回他父亲说, 昨那项银子已使了二百两, 剩下的三百两, 叫人送到家中交给老娘收了, 甲真说, 既然如此, 你就带了鱼鹿去, 向你老娘要了出来交给他, 再也瞧瞧家中有事没事, 问你两个姨娘好, 不够的, 叫鱼鹿先借了天上吧, 甲龙和鱼鹿答应了, 才要退出, 只见甲连走了进来, 鱼鹿忙上前请了安, 甲连便问什么事, 甲真一一告诉了, 甲连心里想, 趁此机会, 正可到宁府行二级, 甲连便说, 这有多大事, 何必向人借去, 昨个我才得了一项银子还没使呢, 不如给他天上岂不省事, 甲真说, 哦, 如此甚好, 你就吩咐了荣耳, 一并叫他娶娶吧, 甲连忙说, 哦, 这必得我亲自去取, 在我这几日没回家了, 还要给老太太, 老爷, 太太们请请安去, 到大哥那边, 查查家人们守不守规矩, 再也给亲家太太请请安, 甲真说, 哈哈哈哈, 只是又劳动你了, 我心里倒不安, 甲连说, 哎, 自甲兄弟, 这又何方呢, 甲真又吩咐贾荣说, 荣耳, 你跟了你说说去, 也到那边给老太太, 老爷太太们请安, 说我和你娘都请安, 打听打听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 还服药了没有, 甲荣一一答应了, 跟随着甲连出来, 带了几个小丝, 骑上马一起进城, 荣耳, 你跟了你说说去, 也到那边给老太太, 老爷太太们请安, 说我和你娘都请安, 打听打听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 还服药了没有, 甲荣一一答应了, 跟随着甲连出来, 带了几个小丝, 骑上马一起进城, 在路上, 叔侄两个说着闲话, 那甲连有心呢, 便提到了游二姐, 夸游二姐如何标致, 如何做人好, 举止大方, 言语温柔, 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 甲连说, 人人都说你婶子好, 据我看, 哪里挤你二姨一丁脸呢, 甲荣知道这话里的意思, 便说, 叔叔既这么爱她, 我给叔叔做梅, 说了做二房如何, 甲连说, 你这是文化, 还是正经化, 甲荣说, 我说的是真话, 那感情好呢, 只是怕你婶子不一, 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 况且我听说你二姨已经有了人家了, 甲荣说, 这都无妨, 我二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爷养的, 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 听见说我老娘在那一家的时候, 就把我二姨许给了黄粮庄头张家, 指负为婚, 后来张家遭了官司, 败落了, 我老娘又从那家嫁了出来, 如今这十多年了, 两家阴信不通, 我老娘时常抱怨, 要和张家退婚呢, 我父亲也要将二姨转屁, 只等有了好人家, 不过叫人找着张家, 给他十几两银子, 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句, 像张家是穷极了的人, 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一的, 张家也知道咱们这样的人家, 也不怕他不一, 又是叔叔这样的人说了做二房, 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亲都愿意, 只是婶子那里却难呢, 贾连听到这里, 心花都开了, 哪里还有什么话说呀, 只是一味的呆笑而已, 贾荣又想了一想说, 哎,叔叔若有胆量, 以我的主意管保无方, 不过多花上几个钱, 贾连说, 有何主意, 快下说来, 我没有不一的, 贾荣说, 叔叔回家, 一点声色也别漏, 等我回明了我父亲, 向我老娘说妥, 然后在咱们府后头附近, 买上一所房子和应用的家伙, 再剥下家人过去服侍, 选了日子, 人不知鬼不觉地起了过来, 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 婶子在里面住着, 深宅大院, 哪里就知道了, 叔叔两下里住着, 过了一年半载, 急过闹出来, 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 叔叔只说婶子总不生育, 原是为子嗣起见, 所以私自在外面做成此事了, 就是婶子, 见生米做成熟饭, 也值得罢了, 再求一求老太太, 没有不成的事, 自古道, 玉令至婚, 那贾连只顾贪图二姐美色, 听了贾荣这一篇话, 便以为是万全之计, 把如今身上有孝, 并停息再取, 严妇肚妻种种不妥之处, 都置之度外了, 却不知道贾荣也不是好意, 素日因为他同姨娘有情, 只因为贾真在内不能倡议, 如今若是贾连娶了, 少不得在外面居住, 那么趁贾连不在的时候, 贾荣就好去鬼混了, 贾连哪里想得到这里啊, 他便向贾荣致谢, 啊, 好汁, 你果然能够说成啊, 我买两个橘色的丫头谢你, 说着话, 已经到了宁府门口了, 贾荣说, 叔叔进去, 向我老娘要了银子来, 就交给鱼鹿吧, 我先给老太太请安去, 贾连含笑点点头, 嗯, 老太太跟前, 别是我和你一起来的啊, 知道, 贾荣又覆着耳朵向贾连说, 哎, 今儿个要遇见二姨, 可别兴急了, 闹出事来, 往后倒难办了, 少胡说, 你快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于是贾荣先去给贾母请安了, 那贾连进入宁府, 早有家人等上来请安, 一路围随到厅上, 贾连一一地问了些话, 不过是敷言几句而已, 一会儿他就叫家人散去, 他就独自往里面走来, 原来贾连贾真素日亲密, 又是弟兄, 自来是不等通报的, 于是贾连走到上房, 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帘子, 让贾连进去, 贾连进入房中一看, 只见南边炕上, 只有游二姐带着两个丫鬟一起做活呢, 却不见游老娘和三姐, 贾连忙上前来问好相见, 游二姐含笑让座, 两个人便靠着东边坐下了, 贾连将上手让给二姐, 说了几句客套话, 便问, 亲家太太和三妹妹哪里去了, 怎么不见呢? 游二姐说, 才有事往后头去了, 就来的, 这个时候伺候的丫鬟倒茶去了, 没人在跟前, 贾连不住地拿眼睛瞟着二姐, 二姐低了头, 只含笑不理, 贾连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 只见二姐手中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手绢摆弄, 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 这冰狼荷包也忘了带了来, 未没有冰狼赏我一口吃, 二姐说, 冰狼倒有, 就只是我的冰狼从来不给人吃的, 贾连便笑着想过来拿, 二姐怕人看见不雅, 便连忙一笑撂了过来, 贾连接在手中, 把冰狼豆倒了出来, 捡了半块吃剩下的料在口中吃了, 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 刚要把荷包亲自送过去, 只见两个丫鬟倒了茶来了, 贾连一面接了茶吃茶, 一面暗暗地把自己带的一个汉玉酒龙配解了下来, 拴在手绢上, 趁丫头回头的时候撂了过去, 那二姐也不去拿, 只装看不见坐着吃茶, 这个时候只听后面一阵帘子响, 却是游老娘和三姐带着两个小丫鬟从后面进来了, 那贾连给二姐递眼色, 叫二姐收起来, 那游二姐也只是不理, 贾连不知道二姐是什么意思, 很是着急, 只得游上来和游老娘三姐相见, 一面又回头看二姐的时候, 只见二姐笑着没事人似的, 再一看看那手绢, 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贾连这才放了心了, 于是大家归座之后, 续了些闲话, 贾连说, 大嫂子说, 前儿个有一包银子交给亲家太太收起来了, 今儿个应要还人, 大哥叫我来取, 再看看家里有事没事, 有老娘听了, 连忙叫二姐拿钥匙去取银子, 贾连又说, 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请安, 瞧瞧两位妹妹, 亲家太太脸色倒好, 只是两位妹妹在我们家里受委屈了, 游老娘说, 哎, 咱们都是至亲骨肉, 说哪里的话, 在家里也是住着, 在这里也是住着, 不瞒二爷说, 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 家绩也着实艰难了, 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 如今姑爷家里有了这样大事, 我们不能出别的力, 白看一看家, 还有什么委屈的呢? 正说着, 二姐已取了银子来, 交给游老娘, 游老娘便递给贾连, 贾连叫一个小丫头, 叫了一个老婆子来, 吩咐她说, 你把这个交给鱼鹿, 只叫她拿过去那边等我, 老婆子答应了出去, 只听到院内有贾荣的说话声音, 一会贾荣进来, 给她老娘姨娘请了安, 又向贾连说, 刚才老爷还问叔叔呢, 说是有什么事情要使唤, 也要派人到庙里去叫的, 我回老爷说, 叔叔就来, 老爷还吩咐我, 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 贾连听了, 忙要起身, 又听贾荣和她老娘说, 哎, 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说的, 我父亲要给二姨说的一副, 就和我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 老太太说好不好, 一面说着, 一面悄悄地用手指着贾连, 和她二姨挪嘴儿, 二姐倒不好意思说什么, 只见三姐似笑非笑, 似恼非恼地骂, 坏透了个小猴崽子, 他娘子你没话说了, 你瞧我怎么撕你的嘴呢, 一面说着便赶了过来, 贾荣早笑着跑了出去了, 贾连也笑着辞了出来, 走到厅上, 又吩咐家人们不要耍钱吃酒, 又悄悄地央求贾荣, 回去急速地和他父亲说, 一面就带了鱼鹿过荣府来, 将银子添足了, 交给鱼鹿拿去, 却说贾荣见鱼鹿跟了贾连去取银子, 自己就没事了, 便仍然回到里面, 和他两个姨娘戏闹了一会儿才起身, 当晚回到铁侃寺, 贾荣见了贾珍说, 银子已经交给鱼鹿了, 老太太已经大好了, 如今已经不服药了, 贾荣说完, 又趁便将路上贾连要去游二姐做二房的意思说了, 又说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 不使凤姐知道, 又说, 此时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 也为的是二姨是见过的亲上做亲, 比别处不知道的人家说了来的好, 所以二叔再三的仰我对父亲说, 贾荣只不说是他自己的主意, 贾珍想了想说, 其实倒也罢了, 只不知道你二姨心中愿意不愿意, 你儿个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商量, 叫你老娘问准了你二姨, 再做定夺吧, 于是贾珍又教了贾荣一篇话, 便走过来将这个事告诉了游氏, 游氏却知道这个事不妥, 婴儿极力的劝止, 无奈贾珍主义已定, 游氏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 况且游氏和二姨本不是同母, 不便深管, 婴儿也指得游着他们闹去了。 第二天一早, 果然贾荣又进城来见他老娘, 把他父亲的意思说了, 又添上了许多话, 说贾连做人如何好, 如今凤姐身子有病, 已是不能好的了, 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 过了一年半载, 只等凤姐一死, 便接了二姨进去做正事。 又说他父亲这里如何聘, 贾连那边如何娶, 如何积累您老人家养老, 往后三姨的事, 也是有那边操办了, 说的是天花乱坠, 不由得游老娘不肯, 况且素日全亏着贾珍周记, 这个时候又是贾珍做主, 而且庄连也不用自己置买, 贾连又是个青年公子, 比张华强十倍呢, 游老娘便连忙过来和二姐商议, 那二姐又是个水性的人, 先前已经和姐夫有不妥之事, 又常常怨恨当年错许了张华, 致使后来终身失所, 如今见贾连有情, 况且是姐夫将他聘嫁, 有何不肯呢, 就点头答应了, 当下回复了贾荣, 贾荣又回了他父亲, 第二天, 派人请了贾连到寺中来, 贾珍当年告诉他有老娘答应了, 贾连自然是喜出望外, 感谢贾珍贾荣父子不尽, 于是两人商量着, 派人看房子打首饰, 给二姐置买嫁妆, 和新房中应用的床帐, 不过几天, 早将诸事办妥了, 已在宁荣街后, 二厘远近的小花枝巷内, 买定了一所房子, 一共二十多截, 又买了两个小丫鬟, 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 名叫鲍二夫妻两口, 已被二姐过来的时候服侍, 那鲍二两口子, 听见这个巧宗如何不来呢? 贾珍又派人将张华的父亲叫来, 逼着他和尤老娘写退婚书, 再说那张华之族, 原是黄粮装头, 到张华的父亲时, 仍然是装头, 后来因为遭了官司, 败落了家产, 弄得衣食不周, 哪里还娶得起媳妇呢? 如今被贾府的家人叫了来, 逼张华的父亲和二姐退婚, 张华的父亲心中虽然不愿意, 无奈惧怕贾珍等势力, 不敢不依呢, 指的写了一张退婚文约, 有老娘给了二十两银子, 两家便退了亲了, 这里贾连见诸事遗托, 便选了初三狂到吉日, 以便允许二姐过门, 到了初二这一天, 先将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 尤老一看, 虽不像贾荣说的那样, 却也十分的齐位, 母女两人已经秤了心了, 道二夫妇见了尤老娘像一盆火一样, 赶着尤老娘一口一声的换老娘, 又或是老太太, 赶着三姐换三姨或是姨娘, 到第二天五更天, 一顶速轿将二姐抬了来, 各色香烛纸马和泼盖以及酒饭, 早已预备得十分妥的, 一会儿贾连速服做了小轿而来, 拜过天地, 闻了纸马, 那尤老竟二姐身上头上焕然一新, 不是在家的模样, 十分得意, 那贾连越看越爱, 越瞧越喜, 不知怎么奉承这二姐, 他叫豹二等人, 不许提三说二的, 只以奶奶称呼, 自己也称二姐奶奶, 竟把凤姐一笔勾倒了, 有的时候回家, 只说在东府里有事, 凤姐因为知道她和贾真相好, 自然是有事商议, 也不宜心呢, 家下人虽多, 都不管这些事, 便有那些游手好闲, 专打听小事的人, 也都去奉承贾连, 趁机讨些便宜, 谁肯去漏风呢, 于是贾连深感贾真不济, 贾连每个月出五两银子, 做天天的供给, 若她不来的时候, 游是母女三个人一处吃饭, 若贾连来了, 她夫妻两个人一处吃, 她母女便回房自己吃, 贾连又将自己历年所及的提几钱, 一起搬了给二姐收着, 又将凤姐素日的为人行事, 枕边背离尽情地告诉了二姐, 说只等凤姐一死, 便接二姐进去, 二姐听了自是愿意, 当下十来个人, 倒也过几日子来, 十分风足, 贾连娶了游二姐, 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了, 这天贾真在铁坎寺做完佛事, 晚间回家的时候, 应和她一昧久别, 竟要去探望探望, 就先叫小四去打听贾连在家不在家, 小四回来说不在, 贾真欢喜, 叫家人先回去, 只留两个心腹的小四千玛, 一会儿到了新房, 这个时候已是掌灯时分, 贾真悄悄地进去, 贾真进来, 先看过了有老安人和三姐, 然后二姐出来见了, 贾真仍然叫二姨, 大家吃茶, 说了一回闲话, 贾真说, 我做的这个宝山如何, 若错过了, 打着灯笼还没处寻呢, 过几日, 你姐姐还背了礼来瞧你们呢, 说话之间, 游二姐已经叫人预备下酒菜, 当下四个人一处吃酒, 那游二姐知去, 便叫她母亲说, 我怪怕的, 马桶我到那边走走来, 游老安人也会议, 便真个同二姐出来了, 只剩下小丫头们, 那贾真便和三姐挨肩擦脸, 百般轻薄起来, 跟来的两个小丝都在厨下和鲍二饮酒, 鲍二的女人上灶, 正吃得高兴呢, 忽然听见靠门之声, 鲍二家的忙出来开门, 一看是贾连下马, 贾连问有事没事, 鲍二的女人便悄悄地告诉他说, 大爷在这里西院里呢, 贾连听了, 便回到自己的卧房, 只见游二姐和他母亲都在房中, 见贾连来了, 两人面上都有些不好意思, 贾连反而装着不知道, 只说, 快拿酒来, 咱们吃两杯好睡觉, 我今天很乏了, 鲍二姐忙上来陪笑, 接衣捧茶, 问长问短, 贾连喜得心痒难受, 一时鲍二家的端上酒来, 两人对饮, 有老安人不吃, 自己回房中睡去了, 那贾连吃了几杯, 春兴发作, 便叫收了酒果, 也能宽衣, 鲍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 散碗着乌云, 满面春戎, 比白日里更增添了姿色, 贾连搂出二姐, 呵呵呵, 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奇整, 如今我看来, 给你食鞋也不要, 鲍二姐说, 我虽标致, 却无品行, 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 贾连忙问, 这话如何说, 我却不解, 鲍二姐含着眼泪说, 鲍二姐说, 我虽标致, 却无品行, 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 贾连忙问, 这话如何说, 我却不解, 鲍二姐含着眼泪说, 唉, 你们拿我做愚人带, 我什么是不知道, 我如今和你做了两个月的夫妻, 日子虽浅, 我也知道你不是愚人, 我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如今既做了夫妻, 我终身靠你, 岂敢隐瞒一字, 我算是有靠了, 将来我的妹子却如何结果呢? 据我看来, 妹子和姐夫这个刑警, 恐非长测, 要做长久之计才可啊, 贾连说, 呵呵呵, 你且放心, 我不是粘酸吃醋之辈, 以前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也不必惊慌, 你自然不好意思, 不如我去破了这个例, 贾连说着便走到西院中来, 只见窗内灯烛辉煌, 三姐和贾真正在吃酒取乐呢, 贾连便推门进去说, 大爷在这里, 兄弟来请安, 那贾真修得无话, 只得起身让坐, 贾连忙说, 何必如此, 咱们弟兄从前是何等的好, 大哥为我操心, 我今日粉身碎骨, 感激不尽, 大哥若多心, 我也不安啊, 从此以后, 还求大哥像往日一样才好, 不然兄弟宁可绝后, 再不敢到这里来了, 贾连说着便要跪下, 慌得贾真连忙掺起来说, 兄弟怎么说, 我无不领命, 贾连忙叫人, 看久来, 我和大哥吃两杯, 贾连又拉着尤三姐说, 你过来, 陪小叔子一杯, 贾真笑着说, 老二, 到底是你, 哥哥必要干了这杯, 说着, 一仰脖子干了, 那尤三姐站在炕上, 指着贾连说, 你不用和我花言巧语的, 咱们是清水下砸面, 你吃我看, 提着皮影人上场, 好歹别戳破了这层纸, 你别油蒙了心, 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 这会花了几个臭钱, 你们哥俩拿我们姐儿两个全当粉头来取乐, 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 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 如今把我的姐姐拐了来做二房, 偷来的锣鼓敲不得, 我也要去会会那凤奶奶去, 看她是几个脑袋几只手, 若大家取核便罢, 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 我有本事, 先把你两个的黑鲜肠掏了出来, 再和那泼妇拼了这命, 要不也不算是尤三姑奶奶, 喝酒怕什么, 咱们就喝吧, 那尤三姐说着, 自己就拿起壶来蒸了一杯, 自己先喝了半杯, 搂过贾连的脖子就怪, 怎么样, 我和你哥哥已经吃过了, 咱们来亲亲亲亲亲吧, 吓得那贾连酒都醒了, 贾真也不承望尤三姐这等无耻老辣, 弟兄两个本来是风月场中耍惯的, 不想今日反备这闺女一席话说住了, 尤三姐又叫, 将姐姐请来, 要乐咱们四个人一起乐, 你们是弟兄, 咱们是姊妹, 又不是外人, 那假人听了得便就要溜, 尤三姐哪里肯放啊, 这个时候尤三姐松松的挽着头发, 大红袄子半眼半开, 底下绿裤红鞋, 一对金莲或翘或病, 没半颗斯文, 两个坠子却像大鞦韆一般, 灯光之下, 越显得柳眉龙脆雾, 弹口点担沙, 本来就是一双秋水眼, 再吃了酒, 又添了雄色银了, 那贾真贾连看去, 所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 都没有如此绰越风流的, 这两人已经是苏麻如醉了, 尤三姐放出手眼来, 略略试了一试, 贾真弟兄两个, 连口中一句响亮话都没了, 不过是九色两字而已, 尤三姐自己高谈阔论, 任意挥霍洒落一阵, 拿他兄弟两个嘲笑取了, 一时, 三姐的九族姓静, 也不容他兄弟多做, 就撵了出去, 自己关门睡去了, 从此以后, 我略有丫鬟婆娘伺候不到之处, 三姐便将贾连贾真贾荣三个人, 颇身利言痛骂, 说他三个诱骗了他寡妇姑女, 假真哪, 从此以后也不敢轻易再来了, 谁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气和人异样, 仗着自己风流标志, 偏要打扮得出色, 另是另样地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风情体态来, 哄得男子们垂涎落魄, 欲尽不能欲远不舍, 迷离颠倒, 三姐便以此为乐, 他母亲和二姐两人也十分的相劝, 三姐反说, 姐姐糊涂, 咱们金玉一般的人, 白叫这两个县世宝玷污了去, 也算无能, 而且他们家有一个极厉害的女人, 如今是瞒着她不知道我们才安宁, 但或一日她知道了, 岂有罢休之理, 势必有一场大闹, 不知谁生谁死呢, 哼, 趁如今我不拿他们取了拄件, 到那个时候白落个臭名后悔不及, 她母女两个见三姐不肯听劝, 也指得罢了, 那游三姐天天挑剑穿吃, 打了银的又要金的, 有了珠子又要宝石, 吃的肥鹅又在肥鸭, 或不趁心把桌子一推, 衣裳不如意, 不论绫罗绸缎, 便用剪刀剪碎了, 撕一条, 骂一句, 没曾让贾真等随意了一日, 反花了许多美心钱, 贾连来了, 只在二姐房中, 心里也后悔, 无奈二姐倒是个多情人, 以为贾连是终身之主了, 凡事倒还知疼知热, 若论其温柔和顺, 实在比凤姐高十倍, 若论标志, 言谈行事, 也胜过凤姐五分, 所以贾连便跟二姐, 如骄似漆, 似水如雨, 一心一计, 视同生死, 哪里还有凤姐平儿两个人在意了, 二姐在枕边, 也常常劝贾连说, 你和真大哥商议商议吧, 见个熟的人, 把三丫头聘了吧, 留着他也不是长法子, 终究要生出事儿来的, 怎么处啊, 贾连说, 前个我曾回过大哥的, 他只是舍不得, 我说, 是块肥羊肉, 只是烫得慌, 玫瑰花可爱, 刺大扎手, 咱们未必降得住, 正经捡个人聘了吧, 大哥只是吱吱呜呜, 就丢开手了, 你叫我有什么法子呢? 二姐说, 你放心, 咱们明儿可先劝三丫头, 问准了, 让三丫头自己闹去, 闹得没法子了, 大哥就少不得聘她了, 贾连听了说这话极是, 到了第二天, 二姐另备了酒, 贾连也不出门, 到五间, 特请她小妹过来, 和她母亲上座, 游三姐便知道这意思了, 酒过三旬, 不用姐姐开口, 三姐就含着眼泪说, 姐姐今日请我, 自有一番大礼要说, 但妹子不是糊涂人, 也不用虚虚叨叨地, 提她从前的丑事了, 从前的事, 我都知道了, 说也无意, 既如今姐姐也得了个好地方安身, 妈妈也有了安身之处, 我也要自寻归结去, 才是正理, 但是终身大事, 一生一死, 非同儿戏, 我如今改过首份, 只要我捡一个素质可心如意的人, 才跟他去, 若凭你们谨责, 虽是有钱有势, 有才有貌的, 我心里进不去, 也白过了一世, 贾连说, 这也容易, 凭你说是谁就是谁, 一阴财礼都有我们质办, 母亲也不用操心, 游三姐说, 姐姐知道, 不用我说了, 贾连就笑着问二姐是谁, 那二姐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贾连便说, 哦, 定是此人无疑了, 我知道了, 这个人缘不差, 果然好眼力, 二姐就笑着问是谁呀, 贾连说, 别的人他心里如何进得去呀, 一定是宝玉, 二姐和游老听了, 也以为是宝玉了, 三姐便说, 呸, 我们有姊妹十个, 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 难道除了你家, 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不成, 众人听了都诧异, 像除去宝玉还有哪一个呢, 三姐说, 别只在眼前想, 姐姐只想五年前的事就是了, 正说着呢, 忽见贾连的心腹小丝, 兴儿走来请贾连说, 老爷那边紧等着叫爷呢, 小的答应说, 爷往旧老爷那边去了, 小的这才连忙来请爷, 贾连忙问, 昨个家里有没有人问呢, 小的回奶奶说, 爷在家庙里, 同真大爷商议做百日的事, 只怕不能来家, 贾连忙叫拉玛, 龙儿跟随着去了, 留下心儿, 这个时候由二姐拿了两碟菜, 叫拿大杯真的酒, 就叫兴儿在炕檐下蹲着吃, 一长一短的向兴儿说话, 问他家里奶奶多大年纪, 怎么个厉害的样子, 老太太多大年纪, 太太多大年纪, 姑娘几个, 那兴儿笑嘻嘻地在炕檐下一头吃, 一头将容辅的事, 都细细地告诉了游氏母女, 我是二门上当班的人, 我们共是两班, 一班四个共是八个, 这八个人, 有几个是奶奶的心腹, 有几个是爷的心腹, 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 那爷的心腹,奶奶的就敢惹, 提起我们奶奶来, 心里贷毒,口里坚快, 我们二爷也算是个好的了, 哪里见个奶奶, 嘿, 倒是跟前的平姑娘为人很好, 虽然和奶奶一气, 她倒背着奶奶, 常做些个好事, 我们有了不是啊, 奶奶是容不过的, 只求求平姑娘去就完了, 如今何家大小, 除了老太太太两个人, 没有不恨奶奶的, 只不过面上怕她, 都因为她呢, 把人看得都不及她, 只一味地哄着老太太太两个人喜欢, 她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 没人敢拦她, 她又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了堆重山, 好叫老太太太太说她会过日子, 殊不知苦了下人, 她讨好, 顾着有好事, 她就不等别人说, 她先抓尖, 或有了不好的事, 或她自己错了, 她便一缩头, 推到别人身上来了, 她还在旁边拨火呢, 如今连她正经婆婆大太太都嫌了她了, 说她, 乔儿捡着望处飞, 自家的事不管, 倒替人家去瞎张了, 若不是老太太在头里, 早叫她回去了, 有二姐说, 你背着她这样说她, 将来你又不知道怎么说我呢, 我又岔她一层了, 越发有的说了, 那星儿忙跪下说, 奶奶要这样说, 小的不怕雷打, 但凡小的们有造化起来, 起先娶奶奶的时候, 若得了奶奶您这样的人, 小的们也少挨下打骂, 也少提心吊胆的了, 如今跟爷的这几个人, 谁不背前背后, 称养奶奶您胜得连下呢? 我们都商量着, 叫二爷要出来, 情愿来伺候奶奶呢, 有二姐说, 你这个小滑头还不起来呢, 说句玩话就吓得那样起来了, 你们做什么要过来, 我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 那星儿连忙摇手说, 哎呀,奶奶你千万不要去啊, 我告诉奶奶一辈子别见她才好, 她嘴甜辛苦两面三刀, 上头一脸笑, 下头踢你脚, 明是一盆火, 暗是一把刀, 都占全了, 只怕三姨的这张嘴还说得不过呢, 好, 奶奶这样斯文善良的人, 哪里是她的对手啊? 游二姐说, 哼, 我只以礼带她, 她敢怎么样啊? 星儿说, 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说, 奶奶便有礼让, 她看见奶奶比她标志, 又比她得人心, 她怎么肯罢休呢? 人家是醋罐子, 她是醋缸醋瓮, 反丫头们被二爷多看了一眼, 她就有本事当着爷, 把那丫头打得烂羊头似的, 虽然平姑娘收到屋里了, 大约一两年之间, 爷和她又一次到一起, 她还要口里边十来遍呢, 气得那平姑娘性子发了, 哭闹一阵说, 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 你逼着我, 我缘不一, 你反说我反了, 这会儿又这样, 嘿, 她一般的倒也罢了, 反倒秧高平姑娘, 游二姐说, 可是扯狂, 这样一个夜叉, 怎么反怕屋里的人呢? 星儿说, 哎, 这就是所以说的, 天下逃不过一个李子去了, 这平儿是她自幼的丫头, 陪了过来的一共四个, 嫁人的嫁人, 死都死了, 只剩了这个心腹, 她收的房里, 一则是显他贤良, 二则又可以拴住爷的心, 好不在外头走鞋的, 还有一段因果呢, 我们家的规矩, 咱爷们儿大了, 为取亲之心, 都先放着两个人服饰的, 二爷原有两个的, 谁知他来了没半年, 都寻出不是来, 都打发出去了, 别人虽不好说, 他自己脸上都过不去啊, 所以抢逼着平姑娘做了房里人, 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经人, 从来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也不会挑战卧室的, 到一味忠心赤胆地服侍他, 这才容下了, 游儿姐说, 哦, 原来如此啊, 哎, 但我听见你们家还有一位寡妇奶奶和几位姑娘, 她这样厉害, 这些人如何肯依他呢, 星儿拍着手说, 哎呀, 原来奶奶不知道啊, 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 她的魂名叫做大菩萨, 第一个善德人, 我们家的规矩又大, 寡妇奶奶们不管事, 至于清静守洁, 妙的姑娘又多, 只把姑娘们交给她, 看书写罪, 学真线, 学道理, 这是她的责任, 除此以外, 问是不知, 说是不管, 只因为这一项奶奶病了, 事多, 这大奶奶才暂管几日, 究竟也无事可管, 不过是按利而行, 不像奶奶她多是成才, 我们大姑娘不用说, 但凡不好, 也没这番大福了, 二姑娘叫迎春, 魂名叫二木头, 说一只也不知道, 哎呦一声, 那三姑娘探春, 她的魂名叫玫瑰花, 玫瑰花又红又香, 无人不爱的, 只是菜扎手, 哎, 可惜不是太太养的, 老瓜窝里除放狂, 四姑娘西春还小呢, 她正经是真大爷的亲妹子, 因自幼无母亲, 老太太叫太太抱过来养这么大了, 也是以为不管事儿的, 哎, 奶奶不知道啊, 我们家的姑娘不算, 另外还有两个姑娘呢, 那真是天上少有, 地下无双, 一个是咱们郭太太的女儿, 姓林, 小苗叫什么, 黛玉, 嘿嘿, 这, 这并爬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 一肚子文章, 只是一身多病, 这样的天啊, 还穿假的呢, 嘿嘿, 出来风一吹就倒了, 我们这几没王法的嘴, 都悄悄地叫她, 多病西施, 嘿嘿嘿, 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 姓薛, 叫什么, 宝钗, 嘿, 竟是雪堆出来的, 哎, 这两个姑娘, 都是美人一样的呢, 要都是知书十字的, 每场出门或上车, 或一时院子里瞧见一眼, 我们呢, 连圈儿都不敢戳呢, 游儿姐说, 你们家规矩大, 虽然你们小孩子进得去, 遇见那小姐们, 原是该远远地躲开的, 呃, 不是, 不是, 那正经大理, 自然是远远地躲开, 那不必说, 就是躲开了, 自己还不敢出气呢, 是生怕这气大了, 吹倒了姓林的, 气暖了, 又吹化了姓靴的, 兴儿的话说得满窝里都笑起来了,